大家好,蝴蝶蓝虽然是非常的受欢迎,但是能够真正把它养好的花也就是非常的少 很多花友养的蝴蝶蓝基本都是非常短命的 养了没几天,蝴蝶蓝就黄叶死亡了 那么我们家庭养的蝴蝶蓝为什么经常会死亡呢? 其实很简单,主要有这几个方面原因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用水苔栽种再加上浇水过瓶 然后会导致它这个烂根 因为水苔的话它的保湿非常好 再加上我们如果频繁的浇水就会导致这个盆土长期处于湿润状态就会容易烂根 所以我们在摘种蝴蝶蓝的时候建议大家最好就是用这种蓝蚵的质量 比如火山石加上一点松树皮 这种质量的话的疏松透气性非常的好 比较适合它的根系的生长 那么这些根系既不会烂根 我们后期就算是一两天浇一次水 它都不会出现积水的情况 第二个原因就是施肥过量浓度过高导致的 那么我们在摘种蝴蝶蓝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施肥不能够过龙 不能够过量 因为蝴蝶蓝的话它其实跟蓝花是差不多类型的 它是比较喜欢薄肥禽是一种植物 如果过量或是过龙的话 就很容易导致烧伤根系造成蜘蛛死亡 那么第三个原因的话就是冻死的 可能现在夏季它不会冻死 但是冬天的时候如果气温低于5度 对它的生长特别的不利 可能会导致它会冻伤冻死的情况 所以我们在入冬之后呢 一定要做好这个保温措施 所以在养蝴蝶蓝的时候呢 大家避开的这三点 基本上你的蝴蝶蓝呢都不会死了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